已经快疼疯了的孟嫣然正脱开束缚再也顾不上其他 直接站起身来将自己的衣裙扯开 好疼 水呢 快拿水来 我要沐浴 嫣然 孟是惊呼一声 连忙看向苏清吾 你先出去 这孟嫣然到底是孟家的嫡小姐 今日衣衫不整的模样若是被苏清吾看到 孟家怕是要逼迫着苏清吾娶了孟嫣然也极有可能 虽然说平日里她也疼这个侄女 可若是让这样的人来做自己的儿媳妇 那是万万不行的 孟灵瑶骤然畜生 做什么 表哥可是要在这里给我做个见证的 今日的事情不说清楚 谁也不能轻易离开 孟是蒙的回头 眼神宛若两柄利刃劈到孟云妖的面前 而后又凌厉的扫了一眼苏羽衣 按耐下心中的怒意 连忙看向原地不动的苏清吾 你还不快出去 你表妹受了惊 待会等她平静下来 我自会派人送她回去 大舅母 孟云妖确实再次开口 丝毫没有给大夫人留脸面 你刚刚过来很多事情并不清楚 表哥他见证了事情的始末 现在要帮我主持公道 云妖 你也被掩着了不成 你大姐专门请了人前来和你说话 怎么你不知感恩 反倒是口口声声的胡言乱语 沐云妖挺直身子 大舅母 我知道你是想稀释宁人 可孟嫣然污蔑我要害她 之后伪造伤痕 借机让人断我双腿 这已经不是小事了 今日给我一个公道也就罢了 若是不能还我公道 我就去找个能说理的地方 听到这话 孟是暗暗吸了口气 目光惊仪不定地看着沐云妖 一个小小的乡野村姑 好大的口气 还能放得苏家的天不成 孟是邪眠着沐云妖眼中满是艳烦轻蔑之色 那依你的意思 你想要如何 沐云妖目光决绝直接开口 第一 孟小姐自己说了她腿上根本没有烫伤 那么01女你为什么要帮着她作假 第二 既然孟小姐没有烫伤 那么她借过打我这一巴掌又让人对我进行账责 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第三 我和囊亲要搬出苏家去 大夫人没心紧皱 竟敢威胁她 一侧的苏羽仪也侧头瞪向沐云妖 云妖你可不要说气话 你们好不容易才回到苏家 怎么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嚷着要搬出去呢 大夫人心思快速地战动 避重就轻地安抚着沐云妖 沐云妖却是全然不买账 大舅母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事情要一件一件地断 还是先说说为什么孟小姐没有受伤 反倒要出口污陷窝的是吧 孟嫣然疼得恨不得在地上打滚 这个时候已经全然没了大家闺秀的模样 她只想快点找水沐浴 丝毫顾不得其他 你们还在废什么话 赶紧准备水让我沐浴 是不是真的要毁了我一双腿才甘心 回头我就告诉祖父和祖母 让他们来为我讨个公道 沐云妖说话不徐不缓 语气格外的坚定 你把话说清楚了 自然就有人准备水让你沐浴 若是说不清楚 你就生生忍着吧 我说 孟嫣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我本来只是想将茶水泼在你身上 借机小小地惩处你一下 没想到一个眉端纹落在了自己身上 谁知灵衣女发现我双腿完好无损 却还是帮我伪造伤势 还给我抹上了伤药 苏语仪面色难看 眼神冷冷地注视着孟嫣然 本以为这个妹妹飞扬跋扈是个有主意的 没想到竟然这般不中用 不过好在她从事之中没有凝着说过什么 不然怕是要攀扯到自己的身上 大夫人心知肚明 听到这话立刻出声责备 嫣然 你实在是过分了 孟嫣然这会儿疼得死的心都有了 根本不理会大夫人 只一个姐嘲嚷这样沐浴 我把实话都说了 水呢 快些准备水 沐云要暗暗地扬了阳唇角 扭头看向明依女 对了 用来给她包扎的那些纱布可不要扔掉 收布的还是物证呢